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声演员 李伟健 歌唱演员 余文华 欢迎 欢迎三位 接下来朋友们让我们用八字口号 请出今天的第一组挑战选手 朋友们 我们的八字口号是 大快进行 歌唱选业 掌声有请第一组选手登场 来 先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你们开始 老师们好 大家好 我们是阿吉泰组合 我是来自美丽的内蒙古 大草原的蒙古组 大家好 我是来自四川的藏族 我叫西马 张希德雷 大家好 我是来自大连山的一族 我叫顾切 这么给你 哇 这一个组合 三个少数民族很特别 一会儿期待着你们的表演 好吗 来 你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们是杂技冰河恋恋恋 我们来自 说问江卡尔滴 冰河恋恋恋恋 能问一下你们生活当中 也是伴侣吗 我们台上是搭档 然后生活中是伴侣 哇 期待着你们的表演 好吗 好的 好 那第一轮 究竟谁先出战呢 灯光选择马上开始 三 二 一 停 好 我们看到灯光选择 助手在了银色的礼物箱 所以首先出战的 将会是阿吉泰组合 有请 那今天我特别想问问 阿吉泰组合 你们来到这里是为谁开箱呢 其实是我们刚刚过完遗族年 遗族的新年 对 遗族的老家 然后去了他们老家 然后感触特别深 他们老家特别的就是 比较封闭 很远 很远 从成都 我们从北京坐 两个多小时 三个小时的飞机 然后又从成都 开了十多个小时 十六个小时的车 差不多对 十六个小时的车 到他们老家 然后一路下来 就大家都特别的 村民都特别的热情 春朴的就来接待我们 特别是我们 他的那个大伯 直到我们要去他们家以后 提前就杀了一头牛 就摆在那儿 然后我们当时也不知道 事后我们才知道 这个是别人的耕地的牛 耕地的牛 哇塞 后面都心里特别的难受 我都 对 其实我们 那个遗族人特别热情 可以看到遗族朋友 对 他就会杀猪 宰牛羊的接待 就是杀猪宰牛羊都算 他自己耕地的这个牛 都拿出来给宰了 才能表达他们的热情和诚心 其实那个牛 是给我们刷了 牛肉我们看到了 但是几乎没有吃到 为什么 一直是因为 蒙古族也是一个 酒屋花的民族嘛 我觉得我就连 我也还可以这样想的 然后到他们那儿 就根本不好吃 就根本来不及吃东西 特别热情 一个接着一个 给你敬祝敬祝敬祝 你早在那儿 我觉得好了 不喝不行吗 那我们那边怎么说呢 就远方来的客人 必须要把你干倒才行 所以夏至四岁到 上至八十岁的 老奶奶都喝酒 男女 四岁 老少都不粉 四岁的小朋友 只有两颗门牙 然后过来 拿一瓶皮球 然后给你干了 他们沟通 但是那个 说不来汉语 然后就一直通过 我来翻译 用酒来 来碰一下 然后说了一大堆遇语 然后我给他们 然后翻译 一个一个一个的道路 现在我理解 大伯 大伯为什么要 宰那头牛了 可能很早之前就想宰 知道你们反正 喝醉了也吃不了 先把你们灌醉 然后我们接着吃 最让我们话不通 交流不了 但是那种情感 那种环境 那种氛围 完全感觉到 特别情合 特别热情 所以听出来 这一次西曼和撒奇拉 跟随着古且 回到他的家乡 山村里 是一次难忘的旅行 所以这一次开箱 是为了送给古且的大伯 然后感谢他这一次 热情的招待 对吧 好的 那究竟是一份 什么样的礼物 送给大伯呢 有请阿吉泰组合 他不再和谁 贪恨相逢的孤岛 因为心里 扫里荒芜 无人烟 他的心里 再装不下 一个家 做一个 只对自己 说谎的哑巴 他说谎的 他说谎的 他说谎人和 为人承造的美丽 不记得 第一次遇见你 时光构言 残存 无可奈何 但那富 tet 他说谎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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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吉泰组合 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 我要忘了你的眼睛 穷极一生 做不完一场梦 南山啊 北就北 南山又不对 南山又不定 北冒的定口 北冒的定口 刚才三位呢 给我们带来的是一首流行歌曲 《南山南》 对 《南山南》 但是从你们的演唱当中呢 也可以看出 其实你们每个人的本民族 音乐风格可以说是迥异 有很大的不同 那你们三个人擅长的风格和乐器 会不会在平时也有很大的不一样 比如说西曼 我还好 我是组合里面 因为是藏族嘛 高音居多 然后我们的队长是马头琴和呼麦 呼麦你会是吗 萨奇拉 是蒙古三个 其实蒙古的一个场地儿 呼麦 马头琴 就是我们的富裕之文化 我都会 你来呼麦给我们来一点 因为我觉得在蒙古族音乐当中 好像呼麦是非常特别 也是很难学的 哇 谢谢 真好听 西半兄你刚才擅长藏族的高音是吧 来 高音曲给我们展示一下 来两句就行 是第一了一下 对 多谢 你是大梁山的遗族 我们的山歌你给我们来两句 让我们感受一下 山歌 苏母的为我 求不过拉锁 你不敢说 我拉锁的不 你不敢接连 只只不孤单 日常我无助 世拉罗素 苏你苏他多多 苏你苏他多多 真的 那接下来我给你们出一个难题 用你们不同民族的语言 不同的风格 然后合唱一个作品 那就非常经典的一个流行歌曲 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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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试一下 也是流行歌曲 好吗 语言 好吧 来 有请 那么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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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高了 没关系 我听了音乐 音乐真的是跨界 跨越语言和文化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三位评审嘉宾 对你们刚才演唱的那一曲 《南山南》听过之后的感受 我为什么喜欢他们 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本民族的特色特别鲜明 然后他们撕扯着往三个方向走 然后这个歌曲的张力就觉得特别的大 因此我们在这种大张力的歌曲之下 我们在这里面去游啊 去唱游在这个他们的歌声里面 就觉得是一种美 那我呢还特别期待你一个低音你知道吧 因为韦剑老师在我们圈里都是不敌的 发什么音呢 唱什么歌可以 你应该把那个嘟嘟嘟嘟弄个 让他弄的 我特别期待看有唱得像不像 就是他的那个低音 那呼迈啊 那呼迈 我太爱听了 你把你那个低音让李韦剑老师跟着学一下 然后正好我们也都跟着听一听 谢谢啊 怎么到我这儿来一句 到他这儿就一直学的 小湘玉老师给韦剑 只说一句 他呼迈都是跟李老师学的 对啊 对啊 李京老师我都呼迈老师 好 真的啊 真的 我听听 我听说他就特别厉害的 来 你来一句 快 好 预备 送 走 那个 往下 萨奇拉 你没问题 李韦剑 出门右拐南厕所 我已经很尽力了 开个玩笑 这个特别难学 呼外真的是特别难学 他一个人可以同时掌握几个声部 来同时发声 其实 这真的不是一会儿半会儿学到的 是 是 但是李韦剑今天你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 一定会有这个声音 那不叫呼迈 叫呼噜 好的 谢谢 谢谢三位 那究竟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送给大伯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来看一下你们这一组的另外一位选手 冰河恋人的表现 有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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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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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最后那个精彩的造型 那么往下一坠 你有失守过吗 算是半个失误吧 就是鼻子稍微点了点地儿 这么漂亮的鼻子给我们点了地儿 这是重要失误 当时没受伤吧 没有 但是就是磕到一点嘛 然后当时眼泪耍就流下来了 那肯定很疼 有的时候鼻子被轻轻地这样弄一下也会很疼 为什么叫冰河恋人呢 因为 我家是哈尔滨的 他家是河南的 所以就冰河 这么个冰河法 我以为他俩上来是轮滑 结果一看不对 这应该叫这个力量型的一个杂技是吗 是的 双人技巧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三位评审嘉宾看过的感受 好吧 好的 好 首先有请小湘玉老师 我特别的好奇 我想问你们最好的成绩得的是什么奖 全国最高奖项金师奖 那有没有去国际上比赛呢 这个倒是没有 还没有呢 我告诉你们 去国际上比赛也是金奖 为什么呢 专业极了 干净极了 所以你今天你们两个的这个表演 让我很感动 这么年轻 这么美丽 然后那么多高难度的动作 高难度的技巧 那么准确地完成 为你们点赞 鼓掌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您 文华姐 特别美 非常美 刚刚小湘玉老师说 希望你们在世界上去拿奖 我觉得是可以的 代表我们中国 代表我们中国的杂技走出去 我觉得你们一定能拿奖的 谢谢 夏琳 我想问问你们俩 认识杂技有多少年了 我从六岁就开始练 今年二十四岁 哇 练了这么多年了 是的 那今天呢 依靠着自己的杂技呢 来到这个舞台上 是为谁开箱呢 我们为传承开箱 传承 是的 这是让我男朋友来 好 其实呢 我们今天是以传承者的身份 来录制这个节目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 杂技是一个很苦的行业 然后就像 以前 就像比如说 大家对小时候童年 就基本上是模糊不清了 就是 但是我们呢 还历历在目 小时候我们就是 十个小时的就是加强训练 每天都是这样 每天都是这样 然后几乎是十年如一日 但是后来就是 比较深思地会去想 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会去坚持 这样一个东西呢 其实我告诉咱们 杂技也有三千多年 三千多年的历史呢 也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 一笔很重要的文化 所以我们呢 就今天开箱子的那个理由 就是传承文化 然后致敬先人 谢谢老师 真的真好 其实刚开始是感叹 自己的童年 是在每天十个小时的 苦练当中度过的 好像似乎听起来有点遗憾 两个人也有过犹豫 究竟自己在做什么 值不值得 直到现在可能是明白了 其实自己正在传承的是一项 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非常古老的艺术 所以这一件事情是神圣的 值得你们两个人 可能用这二十多年 甚至是今后的一辈子 来去传承 特别棒 我觉得应该为这两个 年轻人鼓鼓掌 谢谢 你们指着我们今天 送上一份最好的礼物给你们 当然更希望 你们能够用今后的人生 去践行自己今天 在这里许下的诺言 刚才你说了八个字特别好 叫什么 叫 传承文化 致敬先人 传承文化 致敬先人 同时现在向你们致敬 好吗 谢谢 谢谢 那究竟能获得什么样的礼品呢 接下来我们就请上 第一组的另外一组选手 阿基泰组合 好的 接下来三位评审嘉宾商量一下 告诉我 谁能在第一轮 优先选择礼物箱 难了 我们三个觉得太经典 太难了 一文一武 就高质量 高水准 结果呢 伟健说 咋 对呀 你们俩说 从小就磨练的 还有这么大的意志 还有传承精神 然后我们这边把羹牛都杀了 对呀 又情的老乡 是 特别好 来伟健 所以伟健决定 这个 后来他们俩 他们俩说 蔡丁壳 谁赢了 谁开箱 对 我们舍不得说 石头剪子布 石头剪子布 就你们的记忆都太高超了 让我们三位评审嘉宾 已经是左右为难 舍不得 所以我们就像你说传承嘛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古老的 这个公平的决胜方法 对 我们就用这个古老的方法来决定 来 他们都 每队来拍一个代表 两位女士 我发现今天的男士都不太担当 不太担当 石头剪子布 石头剪子布 来 一局定胜负 好吗 石头剪子布 听我的口令 来 石头剪子布 回去跟大婆说 不是我们不愿送 今天运气稍微有点差 都怪你们当时挂了我太多酒 反应有些迟钝 好那接下来冰河恋人 你们来优先选择 同时也是我们的开箱时间 本节目是由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婚庆珠宝 鸳鸯金楼 独家冠名播出 鸳鸯金楼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很适合你们俩 希望你们在未来 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候 可以选择我们 鸳鸯金楼的金氏 来伴你们度过甜美的人生 好吗 好的 那接下来 金香和银香 你们的选择是 我们选择金香 好金色的 来八字口号 打开惊喜 这香有礼 好金色鸣香 请开箱 恭喜 冰河恋人 你们获得的是菜店一排 谢谢 算我们的新婚礼物 好吗 谢谢 好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看 阿吉泰组合 能获得什么样的礼品 来阿吉泰组合 八字口号 来来来 打开惊喜 这香有礼 好 银色饼香 请开箱 让我们欢迎唐卡画家 同时呢 也是著名的收藏者 陆同先生 您好 陆先生 您好 陆先生 我听说了啊 您是唐卡的画者 同时也是一名收藏家 我觉得唐卡好像和这个 西曼的故乡 对 有着很深厚的渊源 那您是藏族吗 和西曼一样 我不是 我是汉族 你是汉族 就是从小对这个 佛教文化很感兴趣 所以后来就去尼泊尔学习 在尼泊尔学习 在尼泊尔学习 唐卡的绘画 还有他的制作的功力 这个唐卡绘画 要求的是极为缜密 而且这个绘画技巧 在藏族 可能都是很多 佛学院的小喇嘛们 从小就要坐在那里 开始学习 我们学唐卡 就是你学到第六年的时候 才允许真的在上面画 一般一开始学的时候 是在一个木板子上面 先去学习 要学六年 六年的时间 对 然后才有资格 在画布上去画唐卡 那让我们看看 今天您带来的这幅作品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一幅怎样的作品 这幅唐卡是一个 金刚下朵的弹成 我画了差不多两个多月的时间 然后那个金色的 全都是那个 20K金的金粉 24K的金粉 然后蓝色的是 我们用青石 就是青金石的粉 然后画的 青金石也很贵的 对 全都是纯天然的 矿物质的颜料 因为唐卡只有用这个 纯天然的颜料 不能用化学的 它才能流传百年 不会掉颜色 而且我看到这些 应该是佛金 对吧 对的 这样的一笔一滑 细小的玉笔 如果您不小心一走神 要画错了 可怎么办 尤其到最中心的位置 不会画错的 因为我们画唐卡的时候 先去拿那个 拿那个棉布上面 抹一层古胶 然后我们会 拿铅笔线在上面打稿 我们用金粉 去描它的时候 其实是已经在 我们打好的地方上 去描 所以不会错 金粉 萨其拉 萨其拉问 是金粉 他那个 陆同说 是金粉 那我先拿走了 这是送给大伯的 而且呢 刚才陆同先生也说了 其实呢 这一幅唐卡 也代表了 一种美好的寓意 在此呢也要送给大伯 好吗 也祝大伯呢 谢谢 谢谢 就像西曼家乡的语言一样 然后祝你六十吉祥 吉祥如意 吉祥如意 来 谢谢 也谢谢 谢谢陆先生 谢谢您 谢谢 谢谢陆先生 谢谢 有请 太感谢了 谢谢 哇 其实两方都夺到了 是非常精美 和珍贵的一份礼物 再次也祝贺你们 祝福 来 谢谢 有请 好的 接下来呢 让我们用八字口号 请出今天的第二组挑战选手 朋友们 我们的八字口号是 大伯进行 热乡投赢 掌声有请第二组选手登场 欢迎 欢迎您 请您先做介绍 我叫孙帅 是来自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的一名宣传民警 孙帅听起来像个男孩子的名字 我是个女孩子 好 你呢 朋友们好 我叫萧春龙 我来自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 萧春龙 孙帅 那在最后一轮当中 究竟谁先出战呢 灯光选择 马上开始 三二一 停 好 我们看到灯光选择 驻守在了金色的礼物箱 所以首先出战的将会是孙帅 你好 孙警官 我想问问 你刚才说你从事的是 警务工作的哪一方面 宣传民警 宣传民警 对 如果我没记错的 好像你应该是 是不是第一位 好像到我们节目的警官啊 我特别好奇 你究竟来到这里是为谁开箱呢 为我的战友 交警二大队的民警 周水斌开箱 周水斌 对 为什么单单为这位民警开箱呢 因为他身患猴癌 淋巴癌 已经二十年了 二十年 对 但他始终坚持在一线的服务大厅工作 从来没有因为自身的困难向组织提出任何的要求 同时呢 他又非常有爱心 今年在他的号召下 我们已经向七所贫困山区的中小学建立了平安书屋 二十年的猴癌和淋巴癌 我相信这位周警官在工作之余 他可能有很多的时间是要接受正常的这个化疗治疗的 对 由于长时间的化疗 对他身体的很多那种指标都已经破坏了 比如说吃饭 需要用食物把那个搅碎机给他弄成流石之后 再一点一点的这么流进去 因为他已经丧失了这种吞咽的功能 因为不能说话 他只能写小纸条给群众进行交流 然后呢 尤其是碰到那种脾气不好的群众 水冰哥也是非常有耐心的 就是一个窗口一个窗口的领他去办理业务 但是他们看到水冰哥这样的民警 这样的服务方式 就是无心之中化解了很多的矛盾 拉近了警民的关系 所以说水冰哥是我非常佩服的人 我想就是我来到这个节目 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让更多的人去认识他 关注他 小纸也是你的工作 接触到了像周水冰这样的好民警 就在2016年我主持了公安部的第二届三维大赛 在那里呢 也认识了许许多多我们的优秀民警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位老民警 和周警官一样也是身患重病 到最后的一刻 他流言 迷流之际最后的遗言 竟然是如果我的身体对老百姓还有什么用处的话 我希望把我的躯体捐献出来 作为医务研究 把我的角膜 把我能用的器官捐献出来 以便在需要的人的内里可以延续他们的生命 当时我真的很感动 我相信周水冰也是这样一位好民警 就是用他的实际行动 让百姓更加了解了我们交警的艰辛 才能让警民关系如雨水一般密不可分 相信这也是你今后工作的方向和动力 那今天来到这里是用什么样的才艺来为周警官开箱呢 我想唱一首少年壮志不言愁 因为这首歌也是水冰哥最喜欢的歌曲 因为他给我说过 在他就是与病魔抗争最困难最痛苦的时候 这首歌一直是他强大的精神力量 而且一直激励着他坚持了 到目前为止已经二十多年了 应该说是一位抗癌明星了 那接下来我们也把这首歌献给周水冰 和他一样的坚持在警务战线的所有的警官们 好吗 好的 好 也请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风霜雪雨过几流 好 元几年 露几天空 难痴心不甘 少年壮志不言愁 金色盾盘热血煮酒 未来之初先伸手 先伸手 为了母亲的微笑 为了大距离风声 正如岁月何惧风流 金色盾牌热血煮酒 未来之初先伸手 先伸手 为了母亲的微笑 为了大距离风声 正如岁月何惧风 为了母亲的微笑 祝贺你孙帅 这歌我听得真是热血沸腾的 我觉得不管是交警刑警 还是铁路公安都不容易 他们奋战的第一线 真是没日没夜的在干 我觉得应该通过这样的机会 向我们全国的公安民警 表示一个敬意 谢谢您 谢谢 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咱们北京的二环路上 我是从西之门到小街那边过去 应该说是到东四十条 那一天天特别冷 可能是突然变天 我是开着车 到在就是小街桥那个附近的时候 可能有直岗 然后我看到突然间我就看到 一个年轻的一个民警 一个交警在那站着 很冷 他穿得很单薄 我其实那一刻过去我就流泪了 为什么 我当时在想 如果这个孩子是我的亲弟弟 那我会不会给他去送一碗热水 披件衣服 他可能那天出门忘了 不知道会变天 所以我就觉得每一种职业 都有他的不如意的地方 不容易的地方 我们的交警是需要我们去跟他配合的 需要我们每个人来遵守交通规则 来减轻他们的工作量 工作负担 所以我觉得什么是支持 把我做好 把自身做好 就是对我们交警的最大的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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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小湘玉老师在点评孙帅的过程当中呢 说了孙帅是一个善良的孩子 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 善良就是后路 你对别人所做的一切 最终接受的也许不是别人正视自己 今天呢 你是为周水斌警官来开箱 对 但是我们有一个消息一直没有告诉你 周水斌警官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让我们掌声欢迎他 有请周警官 周警官您好 您好 周警官把上来第一个这个敬礼 作为他向全国观众朋友的第一个问候 周警官刚才就像孙帅说的 因为长期接受化疗 嗓子呢已经不能正常的出声了 那我就代为周警官念给大家好吗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患癌二十年 一路上我得到了很多人的无私帮助 收获了满满的幸福和满满的爱 现在的我只想用余生感恩回报社会 尽自己的权利去帮助那些同在一片蓝天下 和我一样受过贫穷疾病困苦折磨的人 谢谢全国人民关注和喜爱水斌 谢谢中央电视台 周水斌亲自书写 我相信这几个字代表了周警官他的心声 但是不足以代表我们的感恩 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做的是极其小的一部分 而周警官在用着二十年 在和病魔抗争的同时 献出的是满满的爱 所以在这里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拥有健全的肢体 我们拥有双眼我们有一颗心 也让我们从自己的身体来做起 从自己的周边来做起 去感知身边的所需所要 付出我们自己的爱 同意我的观众朋友 我们一起鼓掌 一起向周警官致敬 当然周警官我们最大的心愿只有一条 希望您能恢复健康 早日可以用您的声音 来向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问好 好吗 好 祝福您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周警官 祝福 有请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另外一位选手 隆隆 隆隆 改变自己 Come on Yeah 今早起床了 觉得头有点痛 可能是要花开太多氧气 不够 一年改变 有更大的差别 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的加油 大家一起大声的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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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改变世界 改变自己 改变��� кли 改变独蒙 改变消禽 讓武器努力 努力 永不放棄 才可以改變世界 Come on 改變自己 Don't believe me just cry Don't believe me just cry Don't believe me just cry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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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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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 努力 永不放棄 才可以改變世界 恐怖改變自己 改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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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世界 謝謝 從你歌聲當中我覺得你改變自己的願望非常迫切 謝謝 想改變什麼 我之前是個很胖子一個大胖子 240多斤 我今天特地穿上一個我以前穿的衣服給大家看一下 可以穿進去了 特別胖的一件衣服 所以改變是有成效的 對 是嗎 來 我們來聽一聽三位評審嘉賓聽過你歌聲之後的感受 好嗎 好的 謝謝 首先有請余文華 我挺感動的 這麼一個年輕的小夥子 要勇於改變自己 努力努力 永不放棄 希望你能夠在音樂的道路上去堅持 同時我覺得你這個鬆弛程度啊 包括你的身心都在為一首歌在努力 謝謝老師 謝謝 李卫健 這個小夥子樂感特別好啊 他完全這個暈在自己的作品當中去 這個太難得了 那叫陶醉 陶醉 但是他不能完全陶醉 他得讓我們陶醉才對 他是完全暈進去了 他用自己的一個狀態然後把我們帶進去 好就好在他裡邊的嗚 他那些感嘆詞 你都覺得是歌曲當中的一部分 你都覺得那個情緒非常的正確 所以你就覺得這個小夥子唱得 哎呀真好真棒 感染力很強 希望你多創作自己的作品 謝謝老師 創意點屬於自己的歌 好 謝謝老師 謝謝小湘玉老師 你已經和你的歌曲和你的作品 和你的作品風格渾然一體了 就自如極了 就一看就是你平時沒事喜歡 沒事就唱 然後動作也是 沒事就做 他特別自如相得一張 非常舒服 這個作品看完了以後 我們覺得是發自內心 自己那麼隨意地從心裡跳出來 從心裡唱出來的 所以李偉健老師說的對 再出來自己的作品一定特別棒 特別有貼色 謝謝 加油 那龍龍我特別想知道 今天你來到我們現場 是為誰開箱呢 今天我是為我的老婆開箱 其實我剛剛聽到 老吉夫老師對我的評價 我覺得也是蠻對的 其實這首歌 就是送給我自己的歌 改編自己 因為我之前嘛 是因為我特別胖 特別胖 是因為一次意外 把我的腿給摔壞了 然後躺在床上 不能運動 人就迅速地發胖 胖得沒邊兒的 一次婚禮上 我的朋友結婚 然後我去參加婚禮 朋友知道我歌唱得 還是蠻不錯的 讓我唱去祝祝幸 唱了一首 我二話沒說 我拿著麥克風上去 就唱了一首歌 我歌唱了一半的時候 我發現台底的觀眾 對我眼神就不一樣了 特別意義 為什麼 因為當初特別胖 他們看著 哇一個大胖子 我當初我的心裡 就特別特別難受 對我的影響也特別大 對自尊心也是一種打擊 對特別大的打擊 然後我的老婆 看到這些嘛 她默默地支持我 幫助我減肥 每天早上都要幫我做一些 比較健康的一些早餐 就怕我的營養跟不上 她給你來做 對她給我做 一些低能量的 低熱量的 低熱量的一些早餐 有一天晚上 我帶著她出去散步 天很冷嘛 因為大年天很冷嘛 然後我就牽起她的手 她哀哟了一聲 我說欸怎麼了 把手拿過來一看一會 然後她說小口子 我心裡當時 一看就本身做飯 也不是特別嫌熟的 一個女孩子 特別難以形容 那是心情 然後我今天來到這裡呢 是為了我老婆開箱 我想跟她說 你相信我 一定不會讓你失望的 你現在開始這個減肥 歷程有多久了 已經有兩個月 兩個多月了 成績是多少 減掉多少斤 我現在是190多 不到200斤 之前是240多斤 減掉40多斤兩個月 對40多斤 特別狠這段時間 這真的是愛的奇蹟 我越來越相見 愛可以產生奇蹟 我要想減肥 我得拉著我老公去跑 還得給我做低熱量的早餐 真的很賢惠的一位愛妻 我想 記住《真黑率》的一個節目 我引用一句電影的話吧 好 就是我並不想證明我有多強 歌唱有多好 我正想證明我失去的 我一定會找回來 我一定會找回來 我內心中 那把屬於我自己的麥克風 你今天其實已經做到了 謝謝 在這個舞台上 剛才幾位老師都說了 看到你是特別散發著 魅力和感染力的 一名歌唱演員 謝謝 也希望今後呢 你能在愛妻的陪伴下 越來越自信 謝謝 越做越好 好的 好的 接下來為愛妻帶來一份 什麼樣的禮物呢 讓我們掌聲請出你的對手 景觀孫帥 好的 三位評委嘉賓商量一下 告訴我在這一輪當中 誰能優先選擇禮物箱 我們請孫帥先開箱 完全同意我們 對嗎 好的 孫帥 兩個箱子 一個是金箱 一個是銀箱 你要為周水斌警官打開的是 金色的箱子吧 金色的箱子 好 金色盾牌嘛 好 那我們的八字口號 打開驚喜 這箱有禮 金色的箱 請開箱 讓我們掌聲歡迎來自於 山西的臉譜製作者 董泰玲 您好 董先生 您好 您好 來給我們介紹介紹吧 剛開始我一看到臉譜製作者 我有點好奇 因為這個真的很少接觸 可能唱戲的這個戲曲演員 才會自己畫臉譜 您這個屬於 觀光臉譜 觀光也是傳說中的五殘水 其實您知道嗎 董先生 這一幅臉譜呢 今天獲得者呢 是我們的選手孫帥 他要送給的呢 是一位警官叫周水斌 我覺得這個特別適合送給周警官 我們知道關羽是忠義的代表 而周警官呢 用自己的一生也在践行著 他對自己警察職業的忠贞和職守 所以我們就把這樣一份好的寓意 送給周警官 也代表了我們所有觀眾 和今天我們所有看到這期節目的 全國的朋友們 向周警官致敬 代表我們深深的敬意 好嗎 也送給周帥 送給你 再次呢也謝謝 謝謝董先生 謝謝您帶來 這麼精美的臨土藝術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看隆隆 你要為自己的愛妻送上的禮物是什麼了 這份禮物藏在銀色的禮物箱當中 來 我們的八字口號 打開驚喜 這箱有禮 銀色禮箱 請開箱 你為愛妻送上的是滾筒洗衣機一台 同時還有一份特別的禮物 讓我們有請陶木雕刻作者 李彥均有請 李先生您來告訴我們 您做這個陶木雕刻有多少年了 我做這個陶木雕刻有二十多年了 因為我們這也是祖傳的嘛 這把陶木劍主要雕的是九龍仙堡 為什麼雕九龍了 龍是權利和地位的象征 我們看到了這九條龍呢 可以說栩栩如生 藤雲駕物啊 那今天要送給龍龍的 不會是這把上方寶劍吧 今後你們家就你說了算了 你送給龍龍的是什麼 今天送給龍龍的是一個這個陶木如意 陶木也就是吉祥如意嘛 這個代表這個家庭和睦 吉祥如意 謝謝 謝謝 好 一份好的寓意送給你 也祝願你們小兩口的生活呢 能夠平安如意 好嗎 在此謝謝 謝謝李彥均先生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好 有請 好的朋友們 我們接下來用八字口號請出我們 今天的最後一組選手登場 我們的八字口號是 大快進行 各項遊樂 掌聲有請第三組選手登場 歡迎 歡迎你 來 今次我介紹一下 好 大家好 我叫季寶傑 我是一名古中老師 我來自內蒙古興安門大市在鎮 你季寶傑是吧 古中老師 是的 來 你呢 大家好 我叫郭小宇 來自遼寧 遼陽 是一名二輪轉演員 哦 二輪轉演員 這就是我們的第二輪兩位選手 究竟誰先出戰呢 我們的燈光選擇馬上開始 3 2 1 停 我們看到了燈光選擇 助手在了銀色的禮物箱 所以首先出戰的將會是季寶傑 也有什麼可憐 帽子 配合 發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婀娜多姿的这种千娇百媚的状态来谈到古征 特别好 也希望你教的孩子们呢 也有你这样的心性 我估计你平时肯定喜欢花 特别喜欢 对 非常喜欢 心里有花的女子一定是很美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小湘玉老师您的感受 我很好奇 你六岁开始学古征 你在哪个学校学的 中央医院学院 中央医院学院 你很大胆 中央院里出来的小孩 还可以把古征演绎的 把舞蹈也加进去 你很大胆 鼓励你的是 把古征用更多的形式 让观众让大家喜欢 提点建议的是 一定让他出去的那个手 是自然的 顺势的表演 舞蹈和弹曲子一样 你只要用心去了 那个就会非常漂亮 非常舒服 但是你很不得了 就这样发展下去 也许走出自己路子了 加油 我能明白小湘玉老师的意思 湘玉老师是希望 我们的宝洁 能够在由心而发这条道路上 越走越远 走出自己的风格 也是再接再厉吧 好吗 今天我特别想问问宝洁 你来到这里是为谁开箱呢 为我的学生开箱 他的名字叫刘天天 刘天天 为什么要单单为这位学生开箱呢 因为我的学生是一个 坚强 善良 漂亮 执着的一个孩子 他现在也不能算孩子了 已经是很漂亮的大姑娘 他从小是孤儿 但是长大了 还是不忘自己的梦想 学古征一直坚持就是六年 然后在中途打工也被骗过 然后也偶尔还是攒下一点钱 还是要再坚持自己的梦想 一坚持 我觉得 现在已经是助教老师了 已经非常棒 是我自己的学校 助教老师只是帮我打打下手 因为他也没有正常地去教课 我为他开箱 他的立志其实也激励了我 因为我从小是一个 父母很疼爱 然后很幸福的家庭环境里成长 所以我不敢相信 失去父母 然后还会去坚持这样的梦想 是一个什么样的心 什么样的力量支持他 所以我为我的学生开箱 明白了 虽然他是你的学生 对 但是他和你拥有的不一样的人生 也给了你很多人生的感受和激励 也就是说叫刘天天是吗 是 他的坚持 对 还有善良打动了你 对 你要为他开箱 是的 希望你为他迎娶一份 特别让他满意的礼物 好吗 好 那稍微休息一下 好 变一圆条 变一圆条 来导演 导演出来看看 评委老师看看 什么叫好演员 这就叫好演员 追名好演员上台 一个鼓掌都没有 能不能够拍两个鼓掌发财 评委老师鼓掌发财 对 一年不多发 五六百万 一千两万 鼓掌都发财 追名演员上台就得演点东西 有的演员上台给朋友说 朋友们 我跟你们来这儿模仿秀 要模仿杨坤啊 我就佩服李玉刚 那李玉刚的歌唱的是真好 男女生由一个人来唱 那真是一种艺术 我真佩服 一般的演员都唱不了 这是 咱不用说 这有的演员啊 来 变一圆条 不是 我说呀李玉刚啊 厉害 我没说唱他歌呀 变一圆老师 我给大家唱一遍 给我拍一下 求求求 那一年啊 雪花飘落 梅花太指头 一生一世 几分轮回 为你歌舞 千门关 是你对我 深深的撕裂 马里托下 愿为真爱 混沌红颜 爱恨只有 在一瞬间 只被对情似 爱和流氓 梦回到他 感谢每一位好朋友 掌声鼓励 得到朋友们 有的演员上 朋友们 给你们来点绝活 翻两个功夫片 演员上 翻两个功夫片 叫绝活 不满每一位好朋友说 就他们翻的功夫 在我眼里头 就相当于我睡觉 打把式 接着们的 站在舞台上 我简简单单的 给你们像睡觉一般 打两个把 我就让你们看看 什么叫2017年 会飞的猪 你看 小伙二百多钱 上道具 你俩扶住了 我可没上保险呢 我 来 能不能随着 我的节奏过 拍两下 我的节奏是这样的 拍两下 来 不打拍两下 谢谢 今天给大家每一位好朋友 来着我们家主船里 来着绝活气功 大家都知道 生活中用的热水袋 给到场的又嘴吹 把它吹爆了 感谢每一位好朋友 其实周文明演员 站在舞台上 非常的不勇余 用各种方式 来动你们开机 每天我都在 仿佛的练功 只为了台上几分钟 能换来你们 开心的笑容 送给全场的 每一位好朋友 一首歌 至于原创的一首歌 笑人生 送给大家 送给品位老师 谢谢 非常欢欢的 谢谢一首歌 笑人生 送给全场的 每一位好朋友 谢谢你们开心开乐 会走好不好 谢谢 谢谢 我爱你们 朋友老师 会这首 最远的你 是我最近的爱 谢谢 会这首 山旧的天 吉拉拉的冷 我怀揣着梦想 脚步一颗不停 没有那过不去的狗 和它 似要加倍 努力啃盘的 山腹的天 烈日争当空 晦寒如雨 我还在反复连功 只为了台上那短短一分钟 能换来你开心的笑容 笑笑笑 越笑越年轻 最美的旋律 是你的笑声 我要用我的疯狂之力 让你笑声 一道亮丽的风景 笑笑笑 越笑越年轻 拨动你快乐的那边神经 越有缘 却天会有眼睛 我们笑笑 笑傻笑笑笑 笑傲人生 笑傲人生 谢谢 谢谢小雨 谢谢 刚才我在台下就听说了 你的好朋友跟我说 你是一个特容易来气的人 来气的人 也特有气 对吧 就是 就是有气 肚子来这里 对 好像今天还想找几个观众 来撒撒气 你说吧 找几个 还撒撒气 那就看掌声激不激烈 如果要是掌声激烈点 咱就是五个六个都行 如果要有那二声的话 咱就十个二十个都可以 那么多 那咱九个钟吧 十个钟啊 你就找十个观众撒撒气 行不行 OK OK 十个好不好 行 好的 那我们看到了 我们的道具已经上来了 究竟郭小雨 要怎么个撒气法呢 吹气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的十位观众 是要站在这个水袋上 对 对 然后给你制造一定的阻力 对 看你最终能否把这个气球吹放 这证明我的气力十足嘛 对 证明你有气嘛 让你消消气 那我没气就完了 好了 请我们各位 各就各位准备 谢谢 站住就可以 好 准备好了 三 二 一 开始 我们看到了 气流已经经过了 第二位观众 第三 第四 很快 第五 第六 已经到达第六位的脚下 第七 第八 第九 现在第十位 观众明显到了那个位置 有点减弱 它是否能够通过十位观众的重量 和这么长的消防水管 最终达到气球的那一关吗 气流已经达到了气球的一关 气球已经开始慢慢地变大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但是还没有被吹放 还剩最后一点的气力 郭晓宇能够坚持住吗 我们所有的观众都在为他加油 来 谢谢 我们十位观众小宇机长 祝我给他成功 谢谢 谢谢 在此谢谢 谢谢我们十位观众朋友 谢谢 有请 好的 让小宇休息一下 我们来听一下三位评选嘉宾 看过的感受 首先有请小湘宇老师 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这还真得稍微像你这 得稍微胖点 要不然一点劲都没了 是吧 前头暖水袋吹烂 后头那么长一个灭火气管 在把气球吹烂 我觉得不容易 这也是掏力活是吧 力气活 力气活 但掏力能搞这个 掏力的能让大家笑 也是你的一份爱心 是吧 谢谢老师 谢谢 一位剑 我希望你以后走到哪儿 不管站在哪个舞台上 先唱一段二人传 再演吹气球 好不好 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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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姐 是这样的 其实刚刚两位老师 都在给你挥手 而我在静静地听你的演唱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这时候我能静在来 能感受你内心的世界 其实歌唱 有的时候并不是在唱歌 而是唱自己 自己的感受 通过声音体现出来 表达自己的感情 同时也感染大家 所以大家才这么 中肯地给你提一些小的建议 好不好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我们发现很多二人传演员 包括刚才郭小雨呢 经常会说 我就是一个农民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自卑 其实我觉得恰恰相反 我们都说好的艺术素材 往往是来自于最鲜活的生活 最普通的老百姓 可能有一些老百姓 在艺术家的面前 不好意思展示 但是在和自己一样生活的 比如说相里相亲面前 他完全展示的是真实的一面 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呢 可以说蕴藏了很多 许许多多的素材 就在等待着有心人去发掘 所以我们也希望 小雨你就去做那个有心人 成为一个成功的二人传演员 毕竟我们之前有先烈 好吗 好 那接下来呢 小雨我想问问 你今天呢是为谁来开箱 应该说为我一个发小吧 非常好的一个朋友 他的名字叫莱长龙 莱长龙 对 莱长龙 是个男孩子是吧 对 男孩子 为什么要为他开箱 因为我小时候 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吧 发生一起车祸 因为就是我们放学的时候 在一起走的时候 我就是六号了 然后啊 从我们后边来了一个三轮车 他把我推开了 然后他自己受伤了 你多大那时候你们 那个时候好像十二岁 十二岁的时候 上小学呢 他受伤了吗 受伤了 那胳膊打的钢针 打的钢板 然后这眉毛飙了二十多针 这块飙了二十多针 现在还有痕迹呢 现在如说以前嘛 感觉挺愧疚的 但是最近这个 最近发生了 最近这几年嘛 我才知道 他的梦想是当兵 就因为除了这只车祸 身上有伤有疤了 他当不了兵了 他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兵 从小的时候是愧疚 好朋友为你受了伤 对 大的时候你没有想到 这一次的受伤 断送了他一生的梦想 是是 现在来长龙在做什么 现在来龙龙在家 就是盖楼的瓦匠 瓦匠 对 当建筑工人是吗 是是是 你之后和他还保持 频繁的联系吗 联系 现在还在联系 我们离得不算太远 没事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一起吃吃饭 就是聊聊天啥的 但是他从来都不跟我聊一些 就是小时候出车祸的事 他从来不跟我聊这些 你当时 当时出车祸的那一刻 你问过他吗 我问过他 我说你为什么要救我 他说了 他说不光是你 就是站在我身旁的 即使是别人 我也会去推他 我也会去救他 他说那是我的本能 因为好兄弟 但是在兄弟看来 这一次的事出于本能 他没有记在心里 但是我发现 郭小雨这么多年了 其实是他心里的 一块割的 一个负担 现在来长龙成家了吗 没有成家 你呢 我成家了 我女儿32个月 所以你在这里 是不是给你个机会 给你的好哥们来争争婚 争争婚 最好是梁洋拿附近的 还是彩礼啥 咱就另说了 彩礼啥令我了 差不多得 他人家拿不许 剩下我天 说放心吧 财力方面 多大了 来长龙今年 28岁 人很憨厚 也很老实 而且有着非常稳定的工作 所以希望找一个稳定的 生活伴侣的姑娘 特别是你们辽阳附近的 可以关注她 去关注她的微博 是吧 然后还得来找 来找这个 为这个好兄弟 来找到未来的另一半 对吧 你这个占便宜没够啊 你这个 给人家找对象 还得先关注他 这粉丝量 都得增到他身上 回去先给自己的好哥们 开个微博 怎么样 好好 好 那好 接下来看看 为好哥们能赢取一份 什么样的礼物 行吗 来 让我们掌声 有请出你的对手 季宝姐 好的 请三位评委商量一下 告诉我在第二轮当中 究竟谁能优先选择 礼物香 好 这个我们仨商量了一下 觉得还是让小宇吧 因为小宇前途无量 但是我们期望她往正道上走 多 谢谢 多把自己的二人传艺术 表现一下 因为刚才她唱得特别好 其实她唱得特有味 她为什么在这上没有自信呢 我们希望通过今天 在这个舞台上 让她建立一种行业自信 对 没错 你走的是正道 你别听她说的 她的意思让你往艺术的道路上走 对的 给小宇吓坏了 对的 我坦白从宽 对我的鼓励太大了 好 对我的鼓励太大了 谢谢三位老师 那这样接下来 郭小宇你要考虑一下了 场上有两个礼物箱 一个是金色 一个是银色 你的选择是 我个气象出来 就来金色吧 金色 好 接下来马上我们的开箱环节 本节目是由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婚庆珠宝 鸳鸯金楼 独家冠名播出 鸳鸯金楼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金色礼物箱当中 究竟有什么呢 我们的八字口号是 打开惊喜 这箱有礼 要送给郭小宇的好兄弟 来长龙 金色礼物箱 请开箱 恭喜你 郭小宇 你获得的是 李氏空调一台 谢谢 这算彩礼当中的一件 对 来龙节目 就不用买空调了 剩下的几大件 是不是你都负责了 必须负责 好 那接下来 我还要送你一份礼物 这份礼物呢 就像刚才 我们李伟健所说的 还真是在艺术道路上 出现的一份礼物 首先我们有请 他的作者 张明伟和王万博 有请 二位好 二位好 漂亮吧 一向来好多观众朋友 哇 是什么 知道吗 没错 根雕 我听说你们来自山西的 叫老张家根雕 对对对 好像老张家根雕 在我们山西有 两百多年的历史了吧 对对对 你们这算第几代传人了 第六代传人了 已经是第六代了 到你这儿 对对对 第六代传人 来讲讲 这个根雕作品 应该是你们两位 最得意的 这是一幅什么样的作品 这个是金玉满堂 金玉满堂 对对对 我看到下面有这个鲤鱼 有鲤鱼 我想问问 这是什么树的树根呢 这是我们太行的千年雅柏 雅柏树 对雅柏树 算是北风的一种特有物种 特有的品种 那我想问问二位 今天要送给我们郭小雨的这个根雕 就是他手中的那个吗 对对对 这个是 就是弥勒佛 这个作品呢 就是弥勒佛 它是度大能容 世间难容之事 词言成孝 可笑天下之人 对 而且我发现这个形象和小雨也很像啊 你摆在她脸庞 你看一看 正好 小雨很有佛像 这个呢 我们这个冲译呢 就是它这边有一个蝙蝠 蝙蝠 它就是蝙蝠在那个寓意里头 就是幸福的意思 而且福庆有余嘛 对对对 也就是快乐幸福 平安一生 好吗 看待一切 我觉得这个 送给你吧 那个历史空调送给了你的好哥们 我觉得这个送给你 希望你能够放下一切 放下心结 谢谢 很谢谢 我们两位根雕艺术工作者 谢谢 谢谢二位 好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季宝杰获得的是什么样的礼物 你的礼物在银色礼物箱当中 要送给自己的学生刘天天 对吧 我们的八字口号是 打开惊喜 这箱有礼 银色礼箱 请开箱 让我们有请当代画家 魏福波先生 有请 你好 魏先生 你好 这是魏先生的一幅作品 来 魏先生我听说呢 现在也是一名教师是吗 对 在哪里任教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在北航 对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作品 好吗 因为我学的专业 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时候 学的是中国画人物 中央画写业人物的 我取的寓意呢 就是画了中国古代 渔宝压中毒气高山流水 寓之音嘛 取了这个一个寓意 中间呢 就是一个古人带弹琴 然后呢 有远山松树水 寓意呢 中国文化远远流长 我觉得真的啊 每一件艺术品真的是有灵性的 他会去在无意中 去寻找自己的有缘人 今天我们的抽奖 真的完全是随机的 但你看 一方呢 是抽到了这样的美丽的根雕 而一方正好 宝洁是谈古征 而图画中的人物是谈古琴 但是我相信 无论是古征 还是古琴 他的最高境界 都是高山流水 寓之音 也希望呢 季宝洁在今后的艺术道路上 能够寻找到更多 属于你的指音 好吗 好 来 把这幅画送给你 也谢谢 在此呢 我们也谢谢魏先生 谢谢您的大作 谢谢 接下来今天最后的压轴惊喜 将要属于我们三位评审当中的 其中一位 究竟会是谁呢 让我们掌声有请 三位评审嘉宾 来 三位啊 好 究竟这份惊喜大礼会属于谁呢 我们的大屏幕上的照片 滚动开始 我要下口令了 三 二 一 请 恭喜于文华 文华节 金香银香银挑其中一个 我 还是选择金香吧 金香 我觉得比较吉祥 我们今天是鸳鸯金楼嘛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鸳鸯金楼必须请您做代言人 好 所有这种香 对 有一个八字口号 打开惊喜 这香有礼 好 金色礼物香 请开香 什么 什么 恭喜你 余文华 您做的的是电兵香银台 谢谢 谢谢 我们网友说 非常圆满的结局 这样吧 我觉得 周磊 张来 张来 没关系 我想今天我们的景观 我们周景观 水平景观 做到下面 水平 水平景观 我想把我这一份礼 送给您 表达我的敬意 谢谢您 谢谢 也谢谢 谢谢余文华 在此呢 余文华把自己赢得的这份电兵香 送给了我们心中的英雄 周水平 谢谢 同事也谢谢文华姐 给了我们这期节目一个爱的圆满结局 好的 观众朋友 这一期综艺盛典 这香有礼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五族 明る DIV 念我们的梦幻 明觉上未来 导含 让我们逮捕高兔出 帐着星宿的结盘 让我们逮捕高充 帐着星宿的结盘 好 啊 好 ik 啊 OK 好 啊 感谢观看